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如果白天注定用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金陵卫视晚间新闻节目 今晚我是高原 今天是2022年1月7号星期五 欢迎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今晚栏目的微信平台上 跟我们保持互动 进入今天的节目 1月6号由中车常客股份公司研制的 新型奥运版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正式亮相 新型奥运版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是一拖金张高铁智能复兴号运营经验和先进技术 专门为北京冬奥会量身定制的车型 该车为四动四拖动力八辆编组 外观采用瑞雪迎春涂装方案 以冰雪蓝为基调 配以飘舞的白色飘带 整体颜色中点缀若隐若现的雪花和运动元素 彰显冬奥主题 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为媒体记者 专门设立的工作专区 同时在这列车上 旅客还可以享受到一系列的智能化服务 比如说可变色的车窗 智能化的灯光调节 最重要的是在这列车上 所有旅客还可以随时观看到 2022北京冬奥会的比赛情况 作为一款奥运的定制产品 我们也结合奥运的一些特殊需求 对车辆的内部设施 进行了创新的一些设计 在车上我们能够实现 5G高清直播 同时我们在车辆端部 设置了滑雪器材存放柜 该动车组在世界上 还首次实现了时速350公里自动驾驶 同时融合高铁加5G加4K技术 打造了世界首个高铁5G超高清奥运演播室 据了解 按照冬奥列车运行图乘坐该动车组 从北京清河站至延庆太子城重礼站 分别26分钟 50分钟 65分钟可达 涂装着瑞雪迎春冰雪兰的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驶向冬奥 助它满载荣耀与梦想 飞驰新的速度刷新更高纪录 眼下风驰电车的高铁也已经驶入长白山 缩短的是旅客往返的时间 带给长白山的则是旅游产业持续快速向好发展的无限空间 我们也继续跟随坐着高铁游击林长白山首发团的400多名游客 前往长白山 看看沿途有哪些美景值得驻足 从长白山高铁站出发 用时40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们就来到了洪松王景区 其中洪松王滑雪场 凭借自身优质的雪原雪质和漫长雪期的优势 吸引了一大批滑雪爱好者 这里距离长白山北景区只有三公里 可以说长白山高铁站的开通 更大程度的方便了想要来到这里游玩的旅客 走吧 现在我们就一起去滑雪 洪松王滑雪场海拔1100米 每年有长达七个月的雪季 雪场设有初中级雪道三条 还有雪地摩托车 丛林穿越 滑雪圈等老少皆宜的冰雪旅游项目 寒冷的天气下 什么能让游客们驱寒解乏 温泉沐浴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冰雪世界中畅游后 乘车不到一小时 就可以到达当地的一家温泉酒店 喝姜茶泡温泉 第二天一大早 就可以登顶长白山 感受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美风光 从长白山的北景区进入 我们从北坡乘坐这个景区的专车 大约行驶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就能到达这个主峰 天气是非常的寒冷 值得一提的是 就是从北景区进入之后 游客不需要爬山 我们全程是乘坐这个车辆 很便捷很方便 这次来的非常好 也非常开心 因为是高铁我们才来 我们感觉非常的兴奋 可以感受长白山的魅力 我们体验感特别好 欣赏完长白山的壮美景色 下午就可以来到长白山第一村 奶头山朝鲜族民族村 了解朝鲜族民族文化 参观抗联纪念馆 品尝朝鲜族美食 夜晚热情的村民 还准备了沟火晚会 为冬日增添了温暖和乐趣 冬季到长白山 一定不能错过的 还有闪雾松玩漂流 长白山魔界风景区 奇幻景致犹如人间仙境 2015年7月 国际奥委会宣布 冬奥会将首次在中国举办 而那年9月 魂春高铁站正式开通 2021年12月 长白山迈入高铁时代 2022年1月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亮相冬奥舞台 在吉林 冬奥高铁和冰雪 就像感情深厚的铁三角 为吉林的冬季 带来无限契机 冬奥的成功申办 和高铁的持续建设 让冰雪消费者的幸福指数 越来越高 而以北京冬奥会举办为契机 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推动冰雪旅游 冰雪文化 冰雪装备制造 冰雪经贸等持续升温 吉林的冰雪产业 也不断在冰天雪地中 逃出金山银山 玩雪的理由更足了 雪场的距离更近了 冬奥连接世界 高铁畅通未来 如今距离北京冬奥会 开幕不到一个月 吉林冰雪 也和冬奥的脚步一起 推升加速 跳得更高 滑得更快 冬奥在北京体验在吉林 吉林冰雪热不断升温 一起到我省各地 丰富多彩的 迎冬奥主题冰雪活动现场 去看看 感受寒冷中的热情 在北京冬奥会 倒计时30天当晚 绚丽的奥运主题烟花秀 在长春国际汽车公园 上空绽放 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 前来观看 公园里20多座 一期各时期代表车型的 冰雪雕刻 向游客展示着长春 这座汽车城的文化沉淀 与发展脉络 12米高的冰雪汽车人 唯妙唯笑地还原了 晴天柱卡通形象 成为大家争相拍照的打卡地 通体由天然冰建成的 南极火锅店北极咖啡厅 风味美食街 梦幻灯光长廊 以及映着七色光影的冰壶 同样人气十足 在万科松花湖度假区 上百名教练员 手持国旗和火炬 用特殊的夜华表演方式 为冬奥加油 传递冰雪活力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临近 全民上冰雪热情高涨 万科松花湖度假区 举办了2022燃情冬奥 一起向未来主地活动 新年滑雪潮赏派对 能量博给站 跨年烟火派对 雨雪共舞 2022新年首华 燃东行动 新年马拉松等特色活动 轮番上演 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滑雪游玩体验 在美河口市美小野之北村 光影秀 行进式年代巡游 篝火狂欢等节目 同样点燃了吉林人体验冰雪的热情 辽园市也通过举办文艺舞蹈表演 热气球飞行等方式 迎接北京冬奥会的到来 今年辽园市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冰雪迎冬奥活动 风格迥异的冰雕雪雕 节日彩灯 搭配美轮美奂的灯光秀 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 1月5号 在延吉布尔哈通河天之桥 至惠民桥河段的冰面上 第五届东北亚冰雪气魔运动加年华 也热闹启动 活动为期20天 期间还将举办东北亚冰雪汽车拉力赛 职业车手冰雪特训营 和东北亚电竞拉力赛等活动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不到一个月 不论是冰场名将还是工作人员 各界人士都在用火热激情 共筑冬奥梦想 吉林的冰 吉林的雪 吉林的山 吉林的湖 还有吉林的人 也都准备好了 2022北京冬奥 吉林准备好了 吉林在北京冬奥 雪荣冬设计环规准备好了 吉林在冬奥 我们准备好了 吉林在冬奥 我们准备好了 吉林在冬奥 我们准备好了 吉林人在冬奥 我们准备好了 吉林人在北京冬奥 叶乔波准备好了 祝吉林级的冰雪茜儿 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更优异的场景 2022中国 加油 想看到这么美的冰料 快来吉林吧 吉林的冰准备好了 小滑雪一定要来吉林 吉林的雪准备好了 吉林的雪场也准备好了 还有没有没来过长白山呢 吉林的长白山已经准备好了 茶干湖东部准备好了 我们的大鱼准备好了 吉林的冰雪准备好了 冬奥在北京冬奥在北京 吉林在吉林 吉林在吉林 吉林好大写 吉林准备好了 吉林准备好了 吉林批 лег 静々 吉林 进入新年 冰雪吉林迎来了一波波旅游高峰 吉林省多地接连登上央视 让全国乃至全球人民通过镜头 领略了冰雪吉林的无限魅力 今晚声音一起来听听 央视是怎么夸赞美丽的大吉林 1月2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北京冬奥会元旦特别节目 一起向未来 关注了长春世界雕塑园 冰雪雕塑展 称赞长春冰雪乐园 将雕塑与冰雪融合 创新奥运文化传播 冰雪雕塑展以迎冬奥为主题 园区内90多件作品错落有致 令人感受到别样的审美意境 与艺术体验 2021年12月24号 长白山高铁开通 元旦假期第一天 乘坐这趟高铁旅行的游客 比之前翻了一番 央视财经频道 对此进行了报道 随着高铁开通 长白山与北京 长春 沈阳 大连 哈尔滨 等高铁沿线城市顺畅对接 大大缩短往返时间 1月1号 冬日的梅河口再登央视 央视财经频道 天下财经栏目 播发了梅河口市 赏宴火打铁花 关东年味里迎新年的报道 传统的打铁花表演 游客们在红灯笼 黄泥祥 白雪 火炕的关东年味里 迎接新年的到来 冬奥之光 冰雪辽园系列活动 开幕式 也亮相央视新闻频道 招闻天下 营造浓厚的 迎接北京冬奥会的氛围 同时 为市民和游客 提供集中置办年货 体验北方冰雪文化的平台 让大家在这里 领略雪国浪漫 接连霸平央视 C位出圈 有颜值 有实力 冰雪吉林 就是这么好玩 在滑雪场平整的基亚雪道 被称为面条雪 踩着雪板 滑行在基亚雪道上 被比喻为吃面条 这也是最令滑雪爱好者们 心动的体验之一 今晚面孔就来认识 滑雪场的寒夜守护者 在吉林市北大湖滑雪度假区 为了确保每天都能滑上面条雪 一群面条守护者 坚持在每个寒夜里上线 他们当中 有宛如冰雪魔术师的 雪场造雪师 有将凌乱雪道 重归平整的亚雪车司机 刘海波是一名 有着十多年工作经验的造雪师 负责对雪场三十余条雪道 进行造雪补雪 晚上九点 刘海波一如往常 开始了造雪检查雪炮的工作 每天日常的工作 都要持续到凌晨两点左右 在他眼里 并没有节日和工作日的区别 虽然元旦假期不能陪在家人身边 但是能让雪友们 滑上称心如意的面条雪 刘海波觉得这一切都值得了 虽然说大家看来是个节日 但我们说为了给游客 还有雪友带来更好的一个 滑雪的一个条件 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在 这个岗位上介绍 雪场的雪面 在游客滑行一天之后 是非常凌乱的 经过一晚上 雪道是如何在第二天早晨 都变得平整如初了呢 原来雪场里有一群夜行侠 每天晚上雪场关闭后 才是他们的上班时间 他们就是亚雪车司机 张斌在2013年 进入北大湖度假区场地部 从事亚雪车司机的工作 工作至今已有八年多了 在雪季 每天他要对自己负责的27条雪道 进行至少两次以上的压雪工作 长期咒服夜出的工作性质 让张斌很难在晚上陪在家人身边 但是每天看着凌乱的雪道 在自己的工作后 又变回平整的面条 他的心里还是十分欣慰的 我也是一个特别喜欢滑雪的人 我也知道雪友就是喜欢去滑什么样的雪 我们一定去尽心尽力的 把这个雪去压好 给雪友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卷 进入新雪季 梅河口是梅小野之北村 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 前来观赏游玩 节目最后一起去感受 挨挨白雪下的冬日美景 好 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 周末愉快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